故城先生的打坐难民时,在下已经读了三次,每次读到李定国,都让志写不进眼卷深思,从第一次了解这个人开始,就想写点什么,但终究不敢下笔。 李定国是个传奇,他的一生跌倒起伏,他胜过也败过,他被人欺压也欺压过人,他打过内战也打过外战,这样一段传奇,怎么讲才能让所有人满意呢? 第一次了解李定国是并非因为故城先生的打坐,而是旅行之中无意经过的一间庙宇,里面供奉着这位威震心男的将军,其他旅行团的导游,正在眉飞色舞的讲述召近王李定国的人生。 于是,庙外的细语,严肃的祭祀,一筐天下的匾额,如同万花筒中变化的影响向人袭来,终身不忘。 清军入关,他从大西安西王变做大明晋王,南征北战,反清复明的大旗,最终被扛在了这个难以说是帅台的大将身上,与其说他是败给清军,不说说是败给了明朝永久的内斗史,他和自己人斗了个天昏地暗,最终却被敌人趁虚而入。 李定国画像和他的敌人又是谁呢?是明朝?是清军?是云南的土色武装?还是层外兄弟的孙克旺? 也许是敌人太多,李定国不得不四处盯战,大襄阳,灭杀战,丁毙孔友德,连路正成功,李定国的一生都在四处争讨,南征北战,几乎以一己之力,维持着大西南抗星的局面。 也许,如果李定国是张黄炎那样的人物,也许人们已经将他遗忘。 张黄炎虽然是兵不左势劳,但却显然更善于协作,他一生锁住圣锋,甚至可以整理为文集。 而李定国出身军旅,藏语军旅,一生为理财军队,他是个始族的将军,李定国马是他人生的主旗,李末之夜似乎永远不曾出现在他的人生之中。 他也并没有像张黄炎那样解散义军,想要安度余生,更没有像南民某些故隶,想要隐居深山,顿入空门,他一生犯战,从无悔意。 也许,那些深山中的一老一生留下无数了飘渺的文字,和写不尽的故国词语,可我们更应该记住李定国这样的将军,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值得骄傲的精神力量。 明清战争早期对仕途也许,如果李定国是孙渴望那样的人,人们也不会如此纪念他。 明清教会之时,有限的不只是英雄,有一位哲人说的好有多少英雄,就会有多少败类。 孙渴望就是如此,作为大系政权的领导核心,他不满足。 劫持诸兄弟,独奖大权,他不满足,以至于最后要独立为帝,处处撤咒李定国,最后不惜挑起难民内战,失败后不思悔改而投降满清。 对于这样的人,历史不会记住太久。 也许,如果李定国牺牲在了抗清前线上,历史也不会记住他太久。 大明与满清的征战旷运持久,残酷的战争成了一个巨大的焚尸炉,无数将领在这个巨大的焚尸炉中啼哭嚎,卢相胜,张同长等,早已经成为历史的灰迹,被很多人所遗忘。 而李定国的抗争贯穿整个难民,他连战连结却又损兵折将,独目难知的他,最终死在了大明南疆的热恋之中。 那些抗清烈士死难之时,李定国还是大戏将领,而最终,李定国临此时高呼的,却是我的大明。 青亭玉歌八省,玉李定国国坦和他,曾是大戏张献中徽家的贼,归名之后,却一再告见部下五父为贼。 台安府云南百姓,帅各族百姓拼死抗清,客广西,富湖南,两全民王,身为谢贺,直到临此之时, 还希望上天让自己早死,好让部下解脱。 每每独始于此,富金山南略下。 三国时期,树汉丞相诸葛亮于北伐,鞠躬尽翠,死而后矣,南宋岳飞倒败敌军, 高傲的显自己的同僚说道,当与诸君痛饮。 不知李定国是否与这两位前辈有心灵上的共鸣。 出征之时,他挥避破墨,写下一框天下,想必,在心中,他与诸葛亮一样,刺鼻管众乐意。 冥冥之中,又希望这一框天下能于月王的华卧山河一样飙柄千秋。 然而冥冥之中,庆王也像先辈们一样,没能完成统一的证据。 卧龙死了,诗人写道,出师未杰身先死,长徐英雄落满金,月王死了,诗人写道,如何一别诸仙镇,不见将军奏改革,那李定国呢? 百年之后,诗人该如何评价,这位伟大名奋斗了一生的将军呢? 逼着经常手捧着南明史,一次次的看,一次次的想象,想象着李定国将军旗,招快马飞奔,他这一生都是这样的奔腾着,他在昆明赢得了百姓爱戴,在云南炼金兵八万开始戏争,拍空桂林,金银黄,连路正成功,大军级缅甸,他生命短暂,行刺匆匆。 人生的道路上有如此多地义战,他从未休息,他对普通的生活应该失去热爱的,纵然在军旅中成长,谁又会不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平淡志远呢? 他一生奔波,临死前还在为梦想苦苦坚持,以他的身份和地位,和仇未来。 红成仇直到现在,不还是有人在纪念吗?而孔盛任的一举桃花扇,又让多少姨姥姥姥们哭瞎了双眼。 同时齐抗清将领正成功势力范围看历史要稳重,但却不能失去感情。 同为军人,29岁的夏宇自杀了,38岁的岳飞被杀了,42岁的李定国病亡了。 在梦中,炙血总是梦到李定国将军的身影,梦醒之时,总是不禁自问李定国是谁。 他是中化精神的锦梁,是反抗侵略的华山,是让凤凰涅槃的烈焰。 他公元三百年前的声声呐喊,化出满腔的热血,召好人们热血澎湃。 只可惜,在喷勃的热血,也由悲凉下来的时候,那一刻,江河逆转,苍山无言。 李定国,他在起义反民,与反兴复命之间激烈的挣扎过,在兄弟情义和国家大政之间痛苦的分辨过。 三百年后,他却更像是一个坦坦荡荡的纯白色的人,他无欲无求却又利有所求,只可惜天地之间万分博大,却没有。 这李将军留下支支之地,天地之大,谁可谓祭祭殿。 欣勵